跟咖啡是讲怎么去做服务的时候 就是我们不希望他讲的是标准的话术 那万一一下子来了几千万 然后你不知道该怎么花 其实是很恐怖的事情 对 我自己现在主要的工作 还是品牌市场方向的东西 开到十家店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有没有考虑 有啊 苏续东今年季军的那个 反正我是觉得我做完长视频的时候 我会很开心 但是做短视频怎么说呢 没有那种成就感 嗯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牛小咖 我们是一个关于咖啡内容的频道 那今天呢 我在静安寺周边 很多朋友每次来到上海 让我推荐咖啡店的话 那我一定会推荐 静安寺周边的一家店 叫Slapped Town 那今天我带大家去深度的 探一下这家咖啡店 另外呢 我约了他们店的主理人 和他一起聊聊开店的经验 他对门店经营的想法 对咖啡的理解 Let's go 复明路和巨鹿路的交叉口 再往南边走大概两三百米 就到了他们店 OK 穿过了熙熙攘攘的静安寺 我们又来到了这个 熙熙攘攘中 又带一点小安静的 复明路 那我的背后就是这家店 叫Slapped Town 其实他们店在开业的时候 我已经来过一次了 开业之后又过了这么几年 我就想再带大家看一看 刚开业的时候 和已经开了几年之后的店 哎 它有没有什么变化 Hello 竹子 我又认错了 我跟你说幸亏竹子今天在 竹子今天不在更尴尬了 竹子今天不在更尴尬 Hello 七哥在那里 我喝美式吧 等下我再点个手冲了 好啊 顺老师 前两天Jerry来给我的 他们这个 给那个鸡菌烘的肉 哦 是吗 浓郁的吗 那一会香 浓郁的吧 冰的热的 热的 热的 这边喝对吧 对 好 稍等一下 等下喝手冲的话 我想喝酸一点的 所以说美式我就点了一杯 厚实香醇一点的 而且点的是热的 今天有点下雨主要是 哇 这是外卖对吧 对 哇 另外一个 里边还有一个小的空间 你们拿铁的这个杯子的杯量是多大的 这个是多大的杯量啊 220 220 哦 还有分这个大杯的是吗 大杯子的外费 哦 谢谢 多啊 多啊 美式 好了 这个续命咖啡 其实早上已经喝过一杯了 在做什么新的节目 我最近在做这种深度的咖啡馆饭店 所以说就做一些稍微长一点的内容嘛 把一个咖啡店啊 跟主理人啊 就聊的稍微的深入一点 聊的透一点 对对对 因为现在很缺少这种类型的视频吧 对 你现在视频基本上都很短吧 是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学短视频 那是 对啊 但现在不是大家做短的视频吗 是在做短视频 但是前段时间不是你那个B站都说那个什么 长视频那些全都断根 然后去转短视频 确实蛮多去做短视频的 长视频的话 它也是有一定的受众基础的 只不过是它在商业化这块会弱一些 对 你没有办法去很愉快的做一些产品的植入啊 或者品牌的植入啊 对吧 嗯 反正我是觉得我做完长视频的时候 我会很开心 但是做短视频 怎么说呢 没有那种成就感 嗯嗯 就是做短视频虽然说它播放量是高 然后看的人多 点赞的多 但是就是你过去了之后 你就觉得很快就没了 它是看这个爆点的 就那种感觉 节奏感 对 但是长视频不一样 长视频就比如我之前很长时间做的那种长视频 现在在看的话 其实也觉得还是 那肯定 因为它更深嘛 自己去平衡的东西了 也是需要坚持的做的 嗯 是的 hello hello 大家好 slab tongue的背后的 男人 背后的男人 什么扯的乱七八糟 也就是你在开店的时候 你在店里面会多一些 对 现在就其实蛮少了 对 现在会少一点 现在变成了一个浪子 经常去登登山啊 然后去 外外 没有我是螺丝 我是螺丝钉 哪里需要去哪里 基本上就是处理比较棘手的东西 对吧 是琐碎的事情吧 就是我们可能是配合门店做一些事情 应该是这样讲 嗯 刚开的时候我就来拍过 嗯 然后现在已经差不多三年了嘛 三年多了 对 嗯 你们也有改变 嗯 然后包括我们的节目啊 也有改变 又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可以做一做更深度一点的内容 是 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吧台更乱了 哈哈哈哈 没有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你一个店开了一段时间了之后 经过实际一些的运营 然后会就是变成这种日常的样子 嗯 它已经不是那种最开始设计出来很完美的样子了 那肯定设计是用来被用的 被使用的 对 怎么说老店该有的状态 对 咖啡的价格跟之前应该是差不多的 没有我们涨价了 我看一下我刚才是付了多少钱 你买的是这个 这个是香醇的 苦的那个二十 哦二十 嗯 之前最早是三年前是十五块钱 十八 十八 嗯 十八 现在二十 那相当于是没涨价 那对于大家来讲还是会有一些变化 对我们涨了两块到三块钱 所有的拿铁那些都涨了三块 嗯 就前两个月涨了 哦 刚涨的 嗯 咖啡豆成本涨了 各方面成本 人员啊 那些房俗完全都会有变化 人员也会涨 那我们就也需要去做一些价格上面的浮动 很正常 对 很正常 然后客人也会很精神 怎么样 你觉得这个马路有什么变化吗 这个商圈肯定跟你 我刚才来的时候 我还跟我们摄影小哥说 没有以前热闹了 是的 刚好在这边遇到了一个也看过我们视频的朋友 然后呢 他从澳洲回来 回到国内了之后 就是你觉得这些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在澳洲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人 昨天去外滩的时候 然后看到人潮 像我涌过来我整个人都慌了 然后在咖啡市场的话 就是特调在国内占了蛮多的 但是在澳洲的话 可能还是那种经典的咖啡 占更更多的部分 所以说这就是你最大的一个 感受到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是的 感谢 我那边关了一些店 我也经常骑车过来 其实感觉还是蛮明显的 是的 因为主要是我觉得疫情之后 其实整个我们这个街区的变化 就很多酒吧没有 然后呢 对面的餐厅也关闭了 不会像21年那么的像那种很网红的街区 他可能更回归到20年我们刚开店的时候那种 社区更自然的感觉了 对我觉得那个也是好的事情 店里边的感觉有个社区化 现在外卖比例能占到多少 我觉得应该蛮多的吧 在二三十三十这样 其实我们外卖也开了有两年多了 因为其实这边附近的复杂度还蛮高 其实你说到金安斯尼走过来也不是很远 对 那其实那边也都能点到这边的外卖 所以大家可能以前可能会说中午吃饭的时候 走过来喝一杯 但可能现在觉得说不想走 对我就可以直接以外卖的形式 就是苏续冬今年寄军的那个 嗯 哦 好烦 人家说了 现在跟以前的差别是吧台变得更乱了 哈哈哈哈 那是纯粹的玩笑话 我现在进吧台他们都不让我进 为什么呀 他们说你在捣乱的 确实是 还可以香气 你闻一下 来闻一下 但确实这个东西你没办法 你只能去接受就是你一直不做的 手确实说很深 脑子是跟得上的 但动作已经跟不上了 对 因为你已经没有那种肌肉记忆了 对 我前段时间不是还去你们工厂了吗 去拍那个东西 对 那个鞋子你后来收到了吗 对啊收到了 嗯 这不是我们联名啊 就是是我们帮他们做的那个制作 嗯 看像嗯 他们这种做的比较好的品牌 他确实是需要联动不同的社区的嘛 对吧 来做一做这种不同社区的文化 我看貌似是有蛮多品牌 就是想联动咖啡这块的社区 来做咖啡相关的产品 对 特别是现在 对 嗯 因为他们以前就经常做这种什么滑板涂鸦 这种蛮多的嘛 对吧 嗯 哎 现在咖啡这么火 那咖啡这个社区其实也是 哎 他们做了 我觉得咖啡是更有包容性 就是可能是可以跟不同的文化圈层都可以有一些联动 对 怎么讲就是他还是挺亲民的一个是东西 他不像涂鸦 有的人能接受有的不能接受 对 他其实是很大众的一个东西 他就是个饮料而已 对 大家都能喝 这个我发现这个七哥今天穿了一个 特意穿了一个这个长袖衬衣 这个衬衣真的是很old school 很old school吗 蛮old school的 哈哈哈哈 还行吧 主子是不是有点old school 他觉得冷 嗯 水清 哇 香气还不错 好甜呀 很清澈 七四一五半了 嗯 挺好喝的 真的好喝 嗯 好好喝 我也是第一次冲第一次喝 很多的同行也好 或者我们身边的身边就比如包括你也好 你会觉得是不是 SYALTown是一个很酷的那个 团队的状态 就是一定要你自己也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 你才能去加入这个团队 但其实真实的状态就往往完全不一样 往年不一样是吧 对 我觉得我们其实是一个比较开放跟包容的状态 就是首先他要对于这件事情有足够大的热情 就你首先你喜欢咖啡吗 不然你跟做这个干嘛呢 对吧 你可以选择更多的行业 这是第一个大的前提 第二个其实是我觉得在我跟他的那个交流过程当中 他是一个相对有独立的想法的一个人 这个我觉得是也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我其实不需要一个制作咖啡的机器人 我可能更多的希望是在工作状态当中 他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也好 或者说通过这件事情去感染到别人 因为我觉得之所以线下的咖啡馆到今天为止 还能比较不错的经营跟发展 就是因为我们是想要去给客人提供一些能量 不单单是饮料 饮料当然是功能的部分 但我觉得我也想要去提供一些情绪的部分 怎么来理解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你进到一个咖啡店里的之后 你会感受到这个氛围也好 音乐也好或咖啡师那个状态也好 它是能感染到你的 它是能给你一些情绪上面的价值 那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跟咖啡师讲怎么去做服务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一个同意标准的 就是我们不希望他讲的是标准的话术 就是欢迎光临你要什么什么 不是那个样子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成长的环境 之前的工作经验性格都不一样 有的人会很内向 有的人会很外放 那我们没有办法去同意这个标准 那我跟他们讲一点就是 首先这个店就是你的家 那你会把客人假装当做你的朋友 来到你家里做客 那你怎么会你会怎么照顾他 就你会可能会跟他说他 但你一定不会跟他说欢迎光临 然后你会把你认为最适合他的那款银品推荐给他 而不是说我们今天有一个新品 我们有会员卡 不是在不是以这种销售为目的的推荐方式 那这个时候其实客人是舒服的 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比较自然真实的那个状态 而不是工作状态 或者不是一个目的性很强的状态 我我们想要去达到成这样的状态 那所谓的包容就是就比如说 呃 有的客人求外你们的咖啡是很酷 就比如说竹子脸上的纹身 其实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讲 我也就是我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跟竹子接触很久 然后他以前也在附近工作 对我之前专门拍过来的一起采访 对就在长路对我们也认识他一直下班回来喝咖啡 那可能对于我来讲就说 我相信很多的咖啡店 甚至是呃企业或者说是餐饮都会去建议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呃我们我们国家 或者我们自己的本身的那个底蕴当中的一些想法的认知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本身Septown的这个品牌的基因也好 它就是一个很开放包容的状态 其实我们是欢迎所有人 只要你的工作能力 你对这个行业的热爱这些都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那就可以 那所以他来了之后 他的工作表现是完全证明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我让他去阿拉雅 就是他会非常细心的去做所有的事情 并且给他我反馈 接触过之后或者深入了解他们之后 你才能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 什么样的人 再补充一个就是 我们其实刚开店的时候一共有四个咖啡室 有老张有金井有Jo跟大飞那四个人 其中的有两位咖啡室他们几乎是没有咖啡经验 完全是零基础 那我为什么会去找他们 因为我以前做培训 所以我很清楚说 如果你是从一个爱好者或零基础到会做咖啡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 它其实是一个技能一个技巧 但是你个人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 跟对于生活的那些热情 我没法给你培训 我也教不了你 这是每个人自己的东西 所以可能我会更看重那些东西 在我们这样的氛围之下 其实那些人到今天三年多了都没有离开 都一直还是在我们这个团队岛 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工作状态 你是在一个比较开放的空间当中 你会每天见到任何各种各样的人 对吧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你本身的那个岗位跟职业 你一直是在释放能量 你要跟别人讲话 你要去表现自己或者是服务客人 那时间久了 其实你的能量会被掏空的 嗯 我觉得你也可能会是这个状态 因为你一直要去说啊讲啊什么 对 一样的 就包括我自己的时间 可能我在办公室 我还需要去做一些设计 甚至是创意方向的东西 嗯 所以我一直跟他们讲就是你们一定要去找到一个好的方式去把这个能量再吸回吸收回来 有的人可能会选择去健身 有的人可能选择去唱歌 有的人可能选择去看书睡觉 都可以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 但必须得找到他 不然你的那个状态就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哪怕出去玩啊 可能也是一个输入状态 对吧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办法 就是每个人吸收能量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一个内向的人 和一个外向的人 外向人他如果是想要输入能量 找朋友必须要找他聊天 必须要说话 然后从朋友这边听能量 可能一个内向的人 自己看一个电影啊 或者是自己去做一个什么事情 也是一个输入能量的方法 对 足处一下就好了 对 是的 确实 我觉得我们可能在做的事情 还是说想把我们认为好的东西 不管是咖啡也好 所有的咖啡文化也好 以我们的理解跟认知 分享给到更多的人 跟更多的圈子 对 所以怎么来解释这个事 就是比如说我们店是没有特调的 就是可能这个是我们自己的 认知范围之内 我们想要去分享的是 就是经典的意识咖啡 以及刚喝到这种季节性的 单品的手冲的形式来出品 那除此以外呢 我们同样会把我们对于很多东西的理解 放在我们的周边产品上面 就是我们服装也好 杯子也好 就包括今天戴着帽子也好 其实会通过这种形式来去分享 跟不同圈层也好 品牌也好 社群也好的联动 来把咖啡行业里面的一些事情 让大家来知道 就是它的它的多元性 如果要讲的话 可能这个是不一样 但其实也会有很多品牌在这样做 就比如说 复明常乐这四个字 其实是我们来到复明路 常乐路开店的可能有三个月到半年 这个状态 然后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这个社区跟我们当时想的有点不太一样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被社区邀请去了那个居委会给留守在社区的阿姨们做了一个分享会 分享咖啡 然后我觉得那个状态好像是我们作为在这个社区的一家小店来讲能给到这个社区提供的事情 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后来就提出了这个概念 也会把它延展到很多的产品上面 这两年会少 因为这两年其实整个大环境不好 之前就有的是吧 然后消费也比较低迷 其实是在20年21年的时候会比较个人的也好 或者是机构也好 会来找我们 对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基本没怎么聊 原因是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花这个钱在当时 就比如说你要知道怎么去花这个钱的话 其实是ok的 那万一一下子来了几千万 然后你不知道该怎么花 其实是很恐怖的事情 对 那现在如果要来的话 你知道这么花吗 还是不太确定 对 因为对于我来讲 就因为我之前的工作你知道吗 所以就已经去玩过这个游戏 他之前在Manner做过 对 可能对于我来讲 就它好像是一个游戏一样 就比如说一共有五个玩家 那如果你拿了那个钱 意味着你要参与到这个游戏一样 那这个游戏的对手就变成了 已经要跟瑞幸 要跟那些品牌去做抗争的时候 他已经无关乎你本身的品牌的那些内容 或者是什么 会有更多的因素的影响 那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擅长的东西 也不是可能我们当下的想要去尝试的 但如果说是会有些比较有意思的合伙人 他们也认同你的观点 我们可以共同的来 嗯 去做更多 可能是我们目前能力以外的事情 那当然是我觉得是很好的合作 对吧 这个七哥的言外之意 就是说他现在也就是也欢迎 当然 我一直欢迎 一直欢迎 也欢迎有想法的这个投资人 一直欢迎 但是只有钱 然后要完成KPI都不行 那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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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自己也好 或者我们团队也好的 认知跟能力是很有限 那可能对于我来讲 如果说是可以让这个品牌有更好的发展 或者说 可能他能去做更多 我认为更优秀的事情 更有意义的事情 那一定希望是往那个方向去 甚至就是怎么讲 不做这个 去掌控这个权力的人 我可能来做我擅长的部分 可能是产品 可能是设计 都有可能 我其实蛮好奇的 就是说 目前就比如每一天的工作中 百分之多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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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目前的工作是应该整个团队当中最杂的 嗯 正常 对 就是 因为我们有个小的工作室在静阳那边 那其实我每天的第一件事情会先去那 我们有电商 我们有设计 我们有市场 那我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最基础工作的交接 如果有时间一定会去店里面 其实我还是想去看看店里面的情况 然后分别去喝一杯咖啡 就是看看今天的出品 这一类的 如果有要见的人要谈的事情 我们再回到办公室 可能最后每天傍晚的四点以后 可能都会在那边 市场上面的一些对接 对接 对 那那个也会由我主导来去做 我自己现在主要的工作还是品牌市场方向的东西 对 那产品产品的开发呀 这些点都是我 你事情确实蛮杂的 包括客服 然后就比如说 店里有一个什么设备坏了 就去拧个螺丝什么 轻个磨豆机 那你要轻磨豆机的吗 那也会去 这个是一个成熟的行业里面应该有的东西 就是那个行业应该是有多样的 存在的 连锁店 独立的小店 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独立小店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 我每次去机场 我一定会买一杯星马克 换燕麦奶 换燕麦奶 换了燕麦奶更贵了 因为因为你牛奶 那个牛奶那个不太妙 对 所以燕麦奶还靠谱一点 所以说机场也需要一家slap down 那个搞不定 如果如果要是开到10家店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有没有考虑 有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可能就是在上海有差不多10家店左右 对 因为我们自己的开店的逻辑呢 其实跟刚刚你提到的瑞幸或Mana这种不太一样 他们其实是找到了一个好的商业模式 然后不停的通过再复制粘贴 以资本的形式再去扩张 这是一种我们所见到的形式 另外一种可能就比如说像Coffee Spot 就它就一家店 它可能是非常的具有助力人色彩 有人情味产品也做得很好 方面都做得很好 我们还是想要以品牌的形式去扩张 所以你会发现你去过KCi店 也来过富米露店 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我们是觉得说那既然它是一个很大众的饮品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分享到有需求的地方 且那个地方是我喜欢的 对这个跟传统的连锁店的开店方式是 一天要开10家店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那个地方我都没去过 就更谈不上我对于那个地方是不是有情感了 就是我的逻辑还是说我要去开这家店 我对于那个地方是喜欢的 我也会去的 我才会去在那开店 就包括我们去阿奈亚也是一样 那因为它是一个快闪 所以我们所有的设计 就吧台设计都是我自己做的 因为当时也没有预算去找设计师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很临时性的感觉 然后我们的主题是一个海边的一个游牧的感觉 所以我们会用到跟大海 或跟航海相关的元素 来去最后落地那个东西 以及我们为那个快闪也做了一些 可以看到这个吗 一些特别的产品是吧 对特别的产品 以及就是视觉 所以我们会因为这种特殊的店铺场景 来去做一些小的限定 特别的产品对吧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影响应该没有吧 对基本上还好 对基本上没有 因为其实我们的咖啡也不算贵 我觉得二十多一杯咖啡对于大家的在上海的年轻人来讲 就应该算是已经是最便宜的一个消费了 点杯奶茶应该都现在都挺贵的 对也都是一二十块钱 对对对 但我觉得那个也是好事情吧 就是说可能让咖啡市场的蛋糕变更大了 就更多人愿意来尝试喝咖啡了 因为九块九的咖啡来了解到咖啡 或者开始喝咖啡 可能到后面就会开自己做啊 或者去尝试各种各样的小店 我觉得这也是对于行业有推动的事情 但可能不好的事情就是说 因为他喝过九块九的咖啡 他觉得那九块九也也还行 或者说现在因为大黄金不好 那我就暂时先喝九块九的吧 嗯 也是有可能 确实是有利有弊 对 就比如像这种低价咖啡 它确实是开拓了这种咖啡的更大的空白的市场 对吧 能够快速的让不了解咖啡的人了解到咖啡 对对 必须就是它确实会影响到目前有些开咖啡店的一些生意 嗯 因为确实你看今年嘛 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话题 对吧 就是低价咖啡影响到了小众的咖啡店的一些生意 是吧 确实是会可能 但我觉得其实本质上面大家在做两种生意 对 也不是同一波人 今天跟这个七哥聊了很多 聊了大概有一个小时 能说的不能说的全说了 哈哈哈 外地的或者在国外的 你们如果要是来到上海 可以来到slap town来做一做 嗯 就是感受一下上海的这种社区的氛围 好 谢谢 好 感谢 拜拜 拜拜 拜拜